现在学生的创意真的是无穷无尽 像是南投市的银盘国小 从五年级开始 由班级老师指导他们思考 对生活有帮助的设计与产品 经过一年的实验之后 邀请专利师来审核 并且还在最近成功的申请到专利证书 就让我们来看看 小朋友都发明了什么样的产品 小朋友一起讨论着 如何贩售自己所设计的产品 在老师的指导下得到了专利证书 让学生都开心介绍着 自己跟同学一起所设计的产品 我有时候会帮忙老师擦黑板 然后擦黑板的时候就会发现 常常会吸到许多分比辉 所以我就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吸到较少的分比辉 所以当初我就想到说 可不可以用吸的方式将分比辉吸走 所以我就在装分比的盒子那边放个吸尘器 当要擦黑板的时候 打开吸尘器就可以将分比辉吸进去塑胶袋里面 举同除了介绍可吸分比辉的黑板之外 还有只需要本机 不需要扫把就能够轻松打扫宠物的排泄设计 都成功拿到专利证书 清扫很麻烦 所以就发明了一个笨斗 我可以直接把沙子弄出来 然后就可以直接缠起来 就不用用到扫把扫把扫把也不会转到口袋里面 学生的创意无限 学校也为了要让学生的创意能够有效利用 男同士的硬盘国小 从五年级开始 由班级导师来指导他们 思考对生活有帮助的设计与产品 经过一年之后 要请到专利师来审核 并在最近获得专利证书 每一个小朋友大概从五年级到现在发想的 五六样作品以上有 那专利师来的时候呢 他也是有发现很多的设计作品都还不错 但是呢最后他们就挑中了 这两个是可行度比较高的 因为有一些作品 他可能在实际在做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瓶颈 虽然只有仅仅两项产品 却是花了这群学生一年多的时间 所讨论思考设计出来 也是学校为了让学生的创意 能够有效利用 所特别安排的课程 过学生不断的发想去解决生活的问题 然后进而可以作为设计 甚至于磨生 那刚刚有一个小朋友他提到说 他未来可以开公司 我们就希望说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可以知道如何来经过他们的设计 讨论然后进而分享 然后变成有益于人类的地方 对于未来自己也可以有更好的规划 小朋友是未来国家主人哦 希望借着课程让小朋友知道 创意想法也能够实现在生活之中 只要自己愿意去做 都能够将不可能的事 变成有可能的事